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他们要联合咨询 而且他们登记 都登记第二次咨询 所以加起来30分钟 联合咨询 时间30分钟 谢谢 感谢主席 我想这个都市计划委员会 只几乎就是我们高雄市对于整个都市规划 都市计划 跨区域整合 而且不止只有见 你看到的道路 建局物 还包括交通 整个都市的发展 这个我们的主委 我们的副市长 我看你这边 今天你给我们议会 这个业务报告里面 我看你写了五个报告的重点 促进产业发展 改善交通建设 提升水患治理 健全社会福利 促进地方发展 果然啊 本性领域公 都委会的功能啊 就等于是一个小型的市政府 但我认为 它更在所有我们所有局处之上 因为你们就像是一个脑袋 脑袋决定的怎么样 下面的市值才有办法去动啊 所以我要十分的 本集十分的重视我们这个委员会 那我相信我们委员会行之有年 然后我们府内所聘请外面的专家学者 绝对也是一时之选啊 那我们首先 我觉得说 这个主委啊 副市长 你以后要再准备这种资料 我是觉得你是不是幕僚群不够强 我觉得这个太过简单 本集觉得太过简单 你连我们委员的姓名 专长 哪里来的都没有跟人家交代 我觉得这样蛮不尊重委员的啦 如果说以我们六个局长 局处首长我们市府的 那还OK 但是我们另外还有将近十五位的外聘委员 我觉得这样子对人家很不尊重 我希望我们下次 除了在你的这个 一开始开议的业务报告之外 我希望说这个也会有 那帮助我们议员可以来更加了解 首先我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请教我们副市长 我们今年外聘的十五个委员里面 我看了一下 你可能提到有十个是专家 然后我们还有其他事上是地方热心公益啦 或者是有关业务的机关主管 既然你讲了这五个面向 副市长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有哪几个专家 有几个好了 讲名字比较不礼貌啦 有几个是负责我们产业发展的 我请副市长 有几个就好 来你简单答复一下 副市长 主委请答复 好 谢谢主席 谢谢黄议员的关心 刚刚黄议员的指证就是有关于我们这个 投影的这个档案上中 只有讲这个委员有几个人 但没有委员的这个学经历的介绍 特别跟委员说明一下 跟议员说明一下 事实上在那个纸本的这个 署名报告里面 就已经把委员的所有的学经历 你是指我们议会开这一本吗 是 就列出来 是 没有错 第二个就是有关于这个议员 特别垂巡就是有关于就是说 既然是这个有这么多的功能 包括产业 交通 水患 社会福利地方等等 那是不是在我们这次的委员当中 是不是有这个专精在产业方面的专家 是 这个当然坦白讲 我不敢讲说 几位就好你认为 我不敢讲说 有哪一位委员是专精在产业 因为产业的类型也很多 不过应该各委员都有相关处理的 经验跟综合的这个经验 是 这是你的答案 是 副市长你请坐 谢谢 我先再请问一下 这个委员名单是你的任内聘的吗 还是上任副市长的时候 圈选的 跟议员报告 那这个我们都是计划的 就今年106年是 我们的委员是两年一聘 是 一年一聘 对 那这个他也有这个 戒期不能 这个要不能连任 要更换的这个规定 今天这个看到的名单的委员 基本上是106年聘任的 106年 是你接了副市长 还是你还没接副市长 我接了副市长之后 所以这是您签选的 是 不是我签选的 是由这个市长来批认的 市长批认的 是 好那你请坐 那个 主委啊 当然每个都是有各方面的累积的经验 我相信我们的委员啊 吃头肉 吃的 小的金人都超过三四十年啊 他的专业 他的学术都没有问题啊 可是我刚才问你这个问题 我是识问你是虚打啊 那我跟副市长你讨教一下啦 我就单就我们委员他的学术背景 他所念的背景 跟他现在所从事的行业来讲的话 10个专家里面 跟建筑都市计划相关的7位 跟交通运输相关的3位 就这样10位 如果你手上有我这一本是你们自己打的报告的话 或许你已经知道了 所以你不敢正面回答我 副市长我要跟你 在这边跟你强调 高雍七 近十几年最让市民诟病的一点是什么 坚弃很坏 三业都没进来 所以我说 我很高兴我们都委会把 促进产业发展写在第一位啊 那我不是说这些我也没有这方面的专家 而是到底我们用什么样的 一个group的群 来对我们发展产业来做一个贡献 来做一个提供我们市府的咨询 这个是我好奇的 还有我试着想去了解的啦 副市长 所以我希望你106年你选的 这也到明年了嘛 是不是 到107年底了啦 那我觉得说我也不晓得这是不是有可以再增加的一个空间 否则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所颁定的这七个就是建筑建筑相关的 三个是交通运输的 那我只能够肯定你一点 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前瞻计划里面 高雄七的轨道交通要了很多钱 所以副市长我觉得啊 市政府在建筑要知道八岁最需要是三米下嘛 那跟我们说经济不要贪账 头脑不要找 你既然觉得我们都委会对这个有相关 我希望市政府再找这方面的人才找多一点嘛 是不是高雄七 高雄七的三业这么多 这么多档的 在这这么多幅数在这 像这个我觉得你纳入一两个我觉得很不错啊 是不是这样讲 所以就这个委员的部分 我这边一开始先跟副市长你救 就叫啦 好 谢谢 那我想我就 延续我们上一次国民党党团的议题 禁毕律的问题我要来问一下 其实我想要问一下副市长好了 请问你喔 你当你在处事的时候 你是勤理法还是法理勤 你的做事风格 你可以简单跟我答复一下吗 不会 请答复 你是依勤理法还是法理勤 你的处事风格 简单就好了 谢谢主席 我想不管是行理勤法法理勤 基本上当然这个 第一个当然是不能违法 因为我们在行政部门 所以嘛 所以你就是法理勤嘛 因为法还在中间嘛 但是情跟礼我觉得也应该要兼顾 对 不能兼顾的时候 我们其实应该要透过我们现在体制的机制 民主的机制来检讨这个法 很好 你应该算是标准的公务人员 当然我们都是以法为优先 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去违法的情况下 能兼顾到情理嘛 是不是 那当然我想我们今天一再跟你谈这个禁闭的问题 我们都不希望违法 但是我也希望说 你们要兼顾情理 两个字 也就是说现在 为什么这么多的议员都在提这个议题 并不是我们要去土地建商 我们也不是去支持维建 我们今天要正视这个问题 就是希望 现在社会这个乱象 能够赶快来解除 透过修法 那为什么会 其实我们一直要讲 是在我们刚刚实施农机馆之前 依据建筑法 执法的建筑技术规则里面 我们住宅区 过去是建筑率是60 那商业区是80 所以过去也没有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出来 可是后来 在 因为这样的设计 拖天的一个形态 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可是后来在我们 实施农机解除 管制 我们的农机 开始管制以后 我们的整个农机下降 那下降以后 连带我们的建筑率也调降了 那就牵扯到 这个我们现在目前 我相信我们当时都市就会 我们会在调降这个建筑率的时候 并没有去考虑到 现在的透天建物 它其实是 它是有一般的住宅区 是有分透天 公寓 滑像 还有别墅 还有大楼 其实它是有好几个形态的 可是因为你们这样子一个 调整之后 冲击到了我们透天的建筑形态 那事实上 现在目前我们刚刚是 我们有土地是寸土寸金 那其实我们能够拥有一块土地去盖一个房子 坦白讲 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你在那么贵的一个土地上 你用县件它只能够盖一半 来我们看一下 先看这个 这个过去我们在台湾省的五都里面 其实在台湾省 大概平均都在五十左右 那这个部位我们就是要跟 我们委员会这边来讨论 就是 如果说我们这个 如果说我们有土地 二十平 你只能够盖一半盖十平 那现在那个十平坦白讲 我们寸土寸金 大家也是 这样目前现在大家的那个经济状况 也不是那么的理想的情况下 如果 要再让他们去买一个更大的空间 根本是有困难的 所以他们希望在他们能够使用的空间里面 能够好好的充分利用 那事实上我也知道好像有别的现实 他们是以道路算进来 几米 还有他们的黄火象流出了一米半之后 其实他们的空间是可以充分来利用的 那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部分的弹性 那当然我想你们都一直透过用 后来透过用高雄错的方式 来做这个解套 那刚刚我想上次我们在党台也咨询过 因为这个高雄错是一种权益之计 但是问题是 因为它有一个回馈金的问题 让社会观感不好 让人家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变相收利的问题 那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也一直在议会 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 我希望说 是不是我们能够在不违法的情况下 能够考虑一下情理的部分 那只要我们 你们现在担心的就是通风的问题嘛 然后空间的问题嘛 安全的问题嘛 只要我们不违反市民的 生命财产 安全 我觉得 適度的放宽 对人民是好的 我想这个是两全其美 那你们如果能够放宽 那不是 我一直不明白说 放宽这个10% 对政府有什么损失 对 那回答 副市长你请答复一下 如果我们一直在讲说 是不是希望能够调高10% 但是我觉得你们态度好像一直都 不愿意松手的原因是什么 你们认为这个10% 对你们在政府方面 在执行方面 在安全上有什么疑虑吗 你可以简单的答复我吗 主委请答复 好 谢谢 谢谢议员的关心 因为这个议员这个问题是延续 上个星期在公务 部门的咨询 那在今天是第一次是在我们 这个都市计划委员会 的这个工作报告来咨询 那我想这个案子 包括早上很多议员在关心 首先我想我们要必须承认 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我想我们并没有回避 说这不是一个问题 那尤其在这个都市计划区内 这个土地的面积 当它比较小的时候 那这样子的鉴壁率 事实上会造成它可投影面积 可建筑面积 事实上会线缩 那对于现代的生活空间来讲 确实是有如议员所讲的 这样的状况 但是因为这个案子本身是今天 在都市计划委员会 这个工作报告才提出来 那我们都市计划委员 也有很多人在现场 所以我是刚刚早上 事实上李易德局长也说明了 我们很愿意在这个案子上 有一个比较专业性的研究 对于它各种不同的样态 我觉得恐怕必须要先做一个调查 在这里一方面都市计划委员会 也是一个合议制 那这个事情也事关非常多人的权益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 我也没有办法跟议员说 他就一定会朝向什么样的方法来处理 但是第一个我们承认它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 第二个我们也愿意开启一个 专案性的研究各种样态的调查 那我想是不是跟议员做这样的说明 好谢谢 我想副市长你这个回答 至少让我们两位议员觉得很振奋 你至少承认这是一个问题 有承认问题 我们才有办法朝向解决问题的方向来走 我相信高雄处理 103年班订的时候 我先请教一下 虽然你当时候不是主委 有通过我们那个都委会吗 有还是没有 还是李局长 如果副市长当时不知道 当时我们高雄处有送到都委会来吗 有还是没有 李委员你请答案 谢谢主席 谢谢黄元 高雄处部分是没有 没有嘛 好你请坐 所以你们认为不需要嘛 公务局建管处 设了一个高雄错 美其名叫奖励办法 实际上也是在增加我们 鉴壁率的使用 你们虽然说是不含鉴壁率啊 但是就是提高鉴壁率 但是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嘛 所以表示我们 其实 我们执政团队也发现了 这个鉴壁率不足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们很高兴我们的 尤其在我们都委会 这个我们刚才认为 是 格庸其都市发展 最重要的一个领头羊 你们来好好研究这个问题 而且副市长 我刚才已经跟你讲过了 你在外聘的十个专家 有七个是建筑背景啊 我告诉你 如果我们的都发局也好 或者相关局处 可以把这个 这个建壁率的问题 好好的做不同形态的研究 例如说大楼 跟这个透天措 或者更加的细分 来让我们这些都委会的委员 来做一个很细致的评估 我相信这是高雄市民之福 你们甚至可以做出一套 台湾第一套 就是集合住宅跟非集合住宅 不同鉴壁率的使用的规范 这个才会去解决 我们国民党团在几天前 跟我们公务小组所交换的意见 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一套建壁率跟容积率 可以使用所有不同的居住形态 在这边我先请教我们李局长 容积率怎么来的 你可不可以先简单的解释一下 容积率在你的专业领域的话 容积率是怎么来的 李委员 请答复 好 谢谢主席 谢法院 容积率它的换算方式是 因为每个都市计划区 它有设定一个未来 比如说几年之后的计划人口数 然后它在用计划人口数 去推估就是说 比如说假设说每一个人 他住的空间 或者是工作的空间 或者是使用的空间 大概平均每个人 是多少的楼地板面积 然后他用这个东西再来反推 那至于说容积率 再搭配一些 他周边的一些公共设施条件 面临的道路宽度等等 综合考量 然后给它一个适当的容积率 所以定出了容积率 对不对 它是用楼地板面积来去换算 需要的活动量的楼地板面积 来去推估容积率 没有错 所以其实全台湾 从北中南的主要都会区 本席知道容积率定的也不一样 因为每个城市 你们预估它的发展 人口数的成长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容积率定的不一样 甚至根据我的了解 我们这边有公务局的在这边 容积率有奖励的 比如说大楼的楼梯 还有其他空间 不居住人的就不算容积率 我们的公务局长有没有在 公务局长算在吗 不在 有没有公务局的代表 那本席这样讲了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容积的一个奖励 是吗 是 在建筑法里面有部分是不计入 是免计容积的 免计容积 因为我们计算的方式就是 你人口发展多少 那我们给一个 这个都市发展容积率的一个 一个规范嘛 是不是 来您请坐 所以 李局长啊 或者是我们各位委员 那建幣率呢 建幣率一定也是因地制宜嘛 是不是 各个城市各个地区 会有不一样 建幣率的平面的比例概念嘛 空间的概念嘛 所以为什么我们 上一次我们国民党团 这么样用力的大声疾呼 因为我们 毕竟所处的高雄市跟其他城市 它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 通通都不一样 我上一回在这边就提出一个数字 因为我们去年105年 高雄市完工的大楼不到100栋 拓天处高达2000栋 这个就是最跟台北最不一样的地方 由这个出发点啊 主委 各位委员 你们会发现到说 这高雄市多少的市民是以透天处为生 以这种居住形式 住宅形式为主 那我请教各位一下 我上一次比了一个30坪基地的透天处的地啊 很多人下了会跟我讲说 你说的太大堆了 我家25坪都没够了 如果一个20几坪出头的 你现在住三住四只有50%的见弊率 你等于要求他整个房子 只能够盖10到12坪 你如果靠着老梯就要弄着两坪 你还可以盖什么东西呢 所以这个其实无关任 维建四个过去的40坪 已经是成立了 但是为了未来高雄市整个景观都市风格 如果我们还是继续维持这样的 非常低的见弊率的设定的话 我好欢乐耶 你明明希望我们是一致性的景观 给个大家盖道乱七八糟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给他的条件很差啊 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强调 用我们的不同的风俗民情 从容积率也是计算出来的 我们希望见弊率在合法的范围内 他在经过计算之后 適度的能够开放 当然我们现在提出10% 我们不做任何预设立场 因为我相信没有一个东西是用漫天喊价的啦 就是我上面在跟李局长在说的 我问你说你见弊率如何算给我看 你说不出来 我跟你说你都用划的啦 人台北说四十 人说五十 你就说我也要五十 这个不是经营城市的方法 我们局长我们副市长 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动 但是我们希望说这个东西要尽快的进行啦 我不知道现在我们 这个在这个我们府内 先不管其他委员 因为今天第一次的会议 我们有没有什么样比较具体的计划 有没有一个时程表 那副市长还是局长要说明一下吗 先请李委员好不好 李委员请打呼 谢谢主席 谢谢黄议员 我想我们来弄一个状案的方式来去研究 好好研究把样态理清啦 那刚议员也有提到 包括说一些他的利弊如何去分析 我想样态非常非常多啦 那上次也跟议员垂行的时候 我们大概也有提到 面向实在是太广 你有消防的 你有水保的问题 你有停车的问题 那还有一些是建筑上面的问题等等 那当然还有一些重量的法规之间 彼此之间的禁合等等 这些我们必须要来好好去研究 那我的建议是说 先这段时间我们大概先广听大家的意见 包括我们自己也有一些管道 我们也来了解 未来我想看是不是 用一个专案的方式来 也请专家团队一起来 跟我们一起来合作 把这些样态搞清楚 把具体的一些建议 比如说怎么样是比较进步的 那个做法我们来去努力 那这个我需要一些时间啦 局长那你给我一个时间 你一个初步的 你希望把样态把它收集起来 做一个基本的分析 包括你讲的防灾 这个可能是水保 任何其他方面采光等等的分析 你给我一个时间 在你组专案小组之前 你们中部内部总要先做一个作业嘛 对不对 你大概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一到三个月你要多久 我想分几个阶段来看 第一个当然就是 我们把我们现在遭遇到的一些问题 先就我们的想法 先把它分门别列 那大概我想三到五个月 让我们先做这个前置作业 包括说听大家的意见 那之后我想 我们还必须找尋那种 可以协助我们的这些专家 学者不管是实务界 学术界等等 我们要找一个团队来跟我们把 该怎么改的建议把它 你出来 然后再去做一个 做这样子的进一步的工作 学长你刚才讲三到五个月 三到五个月是说我市府内部 我今天假设说我需要找专业团队 就像我要有一个专案来讲的话 你也要先准备好一份东西 我需要那个团队 它是具备有什么样的酸肠 研究什么样的问题 吵什么没解 那这样我跟你三个月 三个月把你们局内或者府内 需要跟公务局或地震局或其他相关局处 会整的问题没有要解决问题 会整问题给你三个月 三个月也请你把这个报告给本席一份 我希望你三个月后你就要积极的 找府内外的专家学者 组成一个你所谓的小组 把高雄市未来一个跟别的县市不一样的 可能见壁隆基的一套做法 提出几项来至少让委员会或者让议会大家来做一个 可以做一个讨论 先跟你三个月可以吗 我想这个三个月时间就是让我们至少把那个范畴 界定一下 类型就是哪些问题 让他再更细部话说 哪些问题我们必须 还有欠考量的把它弄出来 然后需要专业的人来协助 好所以现在是大概四月中 我希望在暑假的时候 本席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报告 至少我没有要你解决问题 我只是说至少你把这些东西 把它分类把它厘清 把它列出来 好不好就在你们我们府内的一个前置作业 这样子可以吗 可以好谢谢 那我想我们刚刚听到局长 还有副市长你讲到一个 我们就是想要希望你们成立一个专案小组 来就这个议题好好的来演绎 解决我们现在目前大家很头痛的问题 我相信我们要真 我们要去设定这个建壁率容积率也好 都是希望让我们的整个建筑物的景观 跟我们的采光跟通风跟消防 跟很多的条件下能够兼具之下 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漂亮 可是问题是因为你们现在太过于严苛 所以造成了很多的二次建筑物 所以这反而是物极必反 所以我认为说既然我们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表示说有限的空间 我们希望也充分的去利用它 然后能够让市民觉得说 我只要能够保有采光安全 我们的消防空间 我能够把它预留出来 而不影响到公共安全 不影响到人民生命的财产 我相信能够好好的利用 禁地利用就好好去利用它 因为毕竟这是人的财产 而且我是觉得 如果你能够放宽这个建壁率 让大家好好去做规划 我相信就不会有二次违建这个问题出来了 那这样子的景观不是更好 以其我们要让大家把它这个条件限制太紧了 让大家去做违法的问题 然后又害怕被拆除 然后造成我们整个社会问题出来 不如你们就放宽这样的一个建筑 只要不影响到你们最基本的要求条件之下 让他们能够好好的去规划 好好的去做建筑 好好的充分利用这些空间 我觉得这个是两全其美的 是不是应该要这样的去朝这个方向去思考 而不是一直以你们自己认定的条件 然后去规范一个限制的一个 的趴数出来 然后让人民无法适从 然后大家去做一些没有必要的 就是有一些违反规定的问题出来 这样造成大家都不好 好不好 那这一点我也要拜托 你们好好的去小组组织好好去研议 用礼 请礼之下的法来好好规范 好不好 那我想 因为时间关系我也很快用 市场用地的投资奖励办法 我想 现在我们公共市场都不再新建了 那不再新建 问题是我们很多的市场用地 都在一个很好的地点 然后问题是你把它行在那边 未来有一些 后来我们最近有一些讲头的办法 但是 我发现我们市场用地的这个投资办法里面 你们又把龙基给砍办了 过去好像是840可以利用 可是现在砍成420 那如果砍成这样之后 我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你们把它减半了 那减半之后 变成说我们市场用地 你要讲地利 业者来投资 结果你又把龙基减半 你说有人会来吗 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左营的公有市场 现在已经要 已经确定退场了 那他退场之后 他整个基地 刚好这个左营大陆 他出来的地方只有这一块 他这边的也只有这么一小块 后面其实 他整个都被包在里面了 那他已经是 他的地理位置已经不是那么的好 因为他被全部包住了 结果你们希望 这块土地要赶快 市场给他退场之后要利用 那一个问题是 你现在地主他认为说 他那边的市价 地价有多少钱 他们那时候开出来 大概只有40万左右 可是问题是你要叫建商 来投资这块土地 他们会讲说 我的农机百把40 现在砍半变420 主席你知道 他今天怎么算就不合啊 我不是太建商公围 我现在是意思说 就要我们站在 地方的开发的立场 如果这块土地 我们希望他好好的去做开发 因为市场不再做了嘛 那你要鼓励去做开发 你们又把农机给减半 我不晓为什么你们要 你们减半的理由是什么 等一下看有没有人给我答复 我不是针对这一块 针对所有市场用地 你们把840的农机 砍半成420 你们的理由是什么 那你们既然要奖励 这种市政府不算新建的土地 你们有没有办法 把它变成土 那个住宅 不然你们就奖励 不要把这个农机给砍断嘛 那不然这就不建设 要去那家住 明年这个土地 絕地在那里 在那里 那这样子 这个造成整个环境的影响 没有办法开发 那不是地主的损失 再给两分钟 再给两分钟 谢谢 我相信这块土地 不是只有地主的损失 我不是替地主讲话而已 我是很担心说 如果你们未来像CMS这样的市场用地 你们都不在 精华局都不在新建 但是你们希望把这块土地 充分的利用的时候 你们的农机又给人家减半 那减半的话 我想投资的意愿又减少了 那减少之后 这块地怎么办 就框在那里 也没办法去做改变 也没办法去做建设 那是不是就买在那里 买房子 买房堂而已 因为这块地也很特殊 整个被包在里面 所以说 你说 要么 你就不要把农机 给人家砍半 你用讲头的办法 让有人愿意去开发那块土地 不然的话 你干脆就把它解编 市场用地就解编掉了 回归市场机制 让人家地主好好去利用 不然你说市场地 你们百条 你们现在农机又减半 840-420 这什么人算得不好 也没人要去投资 所以这样子 是不是 两边都受害 也没有人要来投资 地主也卖不出去 然后整个环境 又可能面临到 脏乱的影响 所以我想这个 我希望我们都市教委会 这边好好的去评估 未来市场用地 如果不再新建 包括有其他的公共设施 是一样 我不讲市场而已 就其他公共设施 是一样 如果你们政府 不再去新建它 不再利用它 是否 能够有一个机制 来让它退场 退场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要能够 还原地主 或者是做一个变更 而不要说 局限在那个位置 然后又 不让人家开发 然后 去民地 折行我们地方的 发展的一个阻碍 而且 环境的一个脏乱 未来那边 对整个城 我们周边的发展 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点 我是不是希望 等一下你们 副座 你们可以答复我一下 这个容积 为什么要减半的理由 是什么 因为我不了解 那二来就是 如果你们不奖励 所谓市场用地 多目标 使用的方式 大部分去弄住宅 那后来就是说 为了就是 去避免这样子 就是说实际的使用 跟当初 就是要化设的 用意不符合的状况之下 另外在考量市区 事实上 对市场用地的需求 其实以新形态的这种市场 它可能是透过在商业区 一些量饭店 或者是一些像 这些生鲜超市等等 它已经是扮演都会区的这种 所谓的市场的实际上的功能 所以那个时候在 我记得是在103年的时候 才针对这样的状况 去做一个调整 小型需要的容积也少 这个当然是个别案例 这个细节可能金发局比较知道 但是就我所知 它是公有市场没错 但是它土地是私人的 那当然每个市场 退场有退场的原因 那个主管机关 我们尊重它的一些考量 那金发局在现场吗? 金发局 有 我请那个政务副局长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我想 有关这个市场主营公务 第二公务市场 基本上它是 虽然公务市场 但它的土地是私人土地 那 因为它建物长期老旧 那市场的这个技能也萎缩 最重要还是因为 每年我们要承担 这个700多万的租金 所以我们才会在今年3月21号 决定退场 那公务时间是 6月22号全部退场 那当然退场之后 那是因为私人土地的关系 所以暂时 我们还没有进一步的 有关市场的规划 所以你本来是没有给我答案啊 是不是? 是 这块土地未来的规划是什么 市场用地 那因为它是私人土地 所以我们必须尊重 所以我们不是计划 就是市场用地啊 所以它一定要做这个方向的东西 才能够核准嘛 对不对 以前要做市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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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市场去市场 可以吗 不行嘛 对不对 那你等一下把融金减半了 等一下你给你投资啊 等一下丟到买盒啊 那你要等到那儿吗 可不要你局长打呼 你局长你打呼一下 那未来怎么办 好 谢谢主席 谢谢申议员 我想 就个案来讲 是因为现在这个金发局 正在办理所谓的退场的工作 那等到退场完之后 我们会再跟金发局这边来确认一下 就是说 针对这个地区 到底需不需要市场用地 那假设他对市场用地 经过那个相关他们专业的评估 认为说这个地区 可能已经有其他替代地点的时候 那我们再看 该如何检讨来 调整成适当的分区 好 所以 会后 我们再来办一次会议好不好 真正之外主力要怎么指示 我们先跟那个 了解一下状况 然后再跟议员这边看 后续该怎么处理 谢谢 好 谢谢美娟议员 建议计划 然后都市计划 申请或建议案件 还有私人团体 投资办理 都在都市计划 事项里面 那其实我们有 市政府有这样的一个小组 是希望我们在 我们的高雄市的都市计划里面 让我们高雄更和宜 然后跟大家更喜欢来住 那因为自从县市和平之后 我知道城乡差距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都市计划里面 当然非常的重要 让我们高雄成为更好居住的地方 那在这边呢 因为有一些民众 也会有澄清一些事情 那我针对一个例子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都委小组 在都发局 针对都市计划里面的农业区 变更为非农业区使用 有什么限制条件吗 有没有管制的办法 这个问题我想请李局长回答 李委员请答复 好 谢谢主席 谢谢李源 李源所问的 是不是说都市计划区内的农业区 假设要变更的话 要经过什么程序 我想首先第一个当然是说 第一个我们要去提出说 为什么要把这个农业区 把它调整成其他分区 所以它一定有一个起始的原因 那再来就是我们去细究说 到底这样的调整 它所持的理由 它的公益性正当性 到底够或不够 所以它有很多种类型 那再来就是 在农业区的变更上 事实上我们在内政部 其实整个全国都有一致的规定 就是说在农业区要变更 它有哪些的一些条件 必须得符合 我想它有很多的程序 包括说还有之后 变更完之后 它的整个开发的工具等等 所以它有一些规范 那当然前提是 农业主管机关要对这个 农业区本身 不再做农业使用这件事情 它也要有一定的理由 去说它 它认为说 这块农业区不需要 那当然最重要还有一个是 地主本身的意愿 因为有时候这些农业区 事实上也存在着 地主它事实上有务农需求 所以状况很多种 那也必须要看说 它整个的那个 不是单看这块基地 而是说这个基地 坐落地点 跟它周边的区域一起整体来看 谢谢李局长 李局长你请坐 那刚刚讲到农业局 农业局是已经答复说 这个部分他们管不到 所以说在都市计划里面 我先提出一些例子 就在都市计划里面的 高雄实施的那个细则里面 住宅区 知土地及建筑物 以供住宅及无碍居住 宁静安全卫生的使用 第四点 不得为液化石油器或矿油脂分装 储存贩卖展示使用 第二个商业区 商业区的土地跟建筑物 以供商业使用为主 在第四十一点 不得为加油站加气站使用 那在经济部加油站管理细则 与所面临道路之铁路平交道 然后隧道同侧高速公路 交流道闸道的那个渐变端点 然后公私立高级中等学校 还有国民中学 国民小学 及当地直辖县市 政府认定 需保持交通之公共设施 应有100公尺以上的距离 那当初在立法的时候 就已经注明了商业区 跟住宅区里面 不应该可以有这些东西 不可以有加油站加气站 所以在限定的加油站 新建的条文里面 就不会想到说 有加油站会盖在住宅区的旁边 所以我们看到加油站的法规里面 在距离300人的公共场所 或者是学校地方等 都需要退缩 就连农地跟农地之间 也必须要有那个绿带的隔离 所以说在立法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在都市计划内使用 都市计划内的那个住宅用地 旁边还有农地的存在 所以说在这个部分呢 我想请教一下李局长 如果说刚刚像您讲的这个部分 它有一些变更的法则 再来说农地 应该是农业局来管理的状况之下 我在都市计划后的那个住宅区里面 竟然还有农地的存在 而这个农地 他们是却可以变更使用 然后可以设 我刚刚讲的上一点这些 可以设一些液化石油器 或矿油的分装储存 那它在这两个来变更之后 就变成盖在住宅区旁边 那如果是这样子 到底这个权责 是在农业局 还是你们都发局 还是说你们当初规划的时候 有去考虑到这些问题 不然怎么会造成这样子的落差 那请李局长回答 李委员请答悟 好 谢谢主席 谢谢李议员 我想跟李议员这边回复 那事实上整个加油站设置 它有它自己的一套的设置的一些规则 那那个是整个全国一致的 是从经济部那边所订定的交证 设置管理规则 那它那边当然有提出一些要求 那事实上各 各县市来讲 它在自己的 不管是在台湾省四行西泽 一号 或台北市的 都市区域四 시청细则 或是高龙市 他们我们这边也有 一些相对应的一些规范 那以目前来讲 事实上农业区在全国各地 它都是可以在允许有条件的设置 所谓的加油站 这是目前现行的规定是这样子 对 所以说局长 我刚刚的问题是说 刚刚现在农业区它可以变更 那可是现在这个农业区 已经在住宅区的旁边 所以说它要变更为加油站 它是不是要有一些它的条件 事实上它分区它没有改变 它分区并没有去动 它还是农业区 那只是说在农业区 它允许一定规模符合 某些加油站设置管理规则下的一些办法 它允许它去设置加油站 所以说如果现在住宅区 旁边有一块农地 所以这个农地它可以变更这加油站 但是它没有距离公共场所300人以外 它还是可以变更变成加油站 这个我觉得要看实际上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这边去 因为现在就发现说 有农地临近住宅区嘛 我刚刚问题点是这样子 农地临近住宅区 那它就在住宅区的旁边 结果它自己私下去变更要说加油站 那现在可能也已经在执行的当中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 我现在问这个权责问题 是在我们的都发局里面 还是农业局里面 那农业局说这样子 他们的权责管不到 所以是在都发局 所以我问的问题你听清楚 我知道这个容我跟议员这边说明一下好了 根据我们都市计划法高雄市 实行细则里面的规定 它是说我们本市农业区的0.3公顷以下 经目的世界主管机关审查核准 它得设置加油站 那它申请在都市计划地区设置加油站 要符合经济部订定的加油站 设置管理规则的第八条的规定 对 那这样 所以的意思是说 在那个分区里面 它符合那个条件 它是被允许去设置 假设经过审查同意通过的话 那现在就是有一个例子 它这是在住宅区大楼旁边 有一个吉林地是农地 那它就设置为加油站 那你刚刚是说在经济部里面 第四条 在经济部里面细则有规定 经济部里面细则有规定是这样子 没错就是它要距离公共设施 有100公尺的距离以上 可是因为那一块农地它变更 它就它变更 可是它没有距离100公尺以上 可是却在我们都 在我们市政府这边也让它通过了 那是因为农地可以变更 所以它就可以不用去符合经济部这些条例 请理事长回答 李委員请答 谢谢主席谢谢李委員 这个认定不是由都发局这边来认定的 因为是经济部颁定的这个 我知道 但是是都发局 就是说管制农地这个部分 现在那个什么 我们都市计划里面之后 还有农地 那你要预防说 农地它有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方式可以变更 所以这些农地是不是要在我们的都发局或者是都委小组里面应该牵收到管制 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特例啊 如果说它是在住宅区旁边的农地 我们这边没有做管制的话 它就直接从农地去变更加油站 那这样子加油站就成立了啊 首先我必须讲它不是变更概念 它基本上还是农业区 第二个它加油站设置管理规则 它是依照经济部首颁定的加油站设置管理规则来去审查 说它是不是符合那个条件 它符合那个条件 那都市计划这边来讲 就是说它农业区它有一个面积上的限制 而且它是要经主管机关同意 如果这些条件符合的话 主管机关是什么 经发局啊 对啊 经发局如果同意 所以说它要经过经发局同意之后 是 然后呢 同意之后它才可以去深设这个加油站 那现在就是如果说 如果说现在有一个例子嘛 我刚刚讲的 它是在一个大楼旁边 然后它已经有设立 旁边是一块农地 它变更已经设立加油站 结果那个距离大概是 不大 请李委员答案 这个是不是我提供给议员 我关于加油站管理设置管理规则 这相关的规定 我想如果有这个是 这个因为一般我们来看的话 它不会是农业区不会说 一定是在住宅区旁边 那所以应该是回归到 这个目的事业的相关的主管的法 的规定来看 就是因为 依照我现在看到的话 它是大概有提到说 它距离这些所谓的道 它的面临道路宽度 它对于这些什么 跟什么公共设施或小学 什么要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它并没有去规范说 它跟住宅区之间的距离是什么 是要有这个对于这个有另外的考量 那因为这个全台湾各地都是依照这个加油站设置管理规则去看 那搭配其他的法令一起去看 那如果是这样子还是我是建议还是回归到所谓经济部定的这个加油站设置管理规则这个地方去做通案性的修改 就是因为像议员所提的这个案子确实是面临到一些问题 那如果这个不改的话 我觉得这个改可能会比较务实一点 而且可能是交会全台湾各县市 未来产生这种 不管是不是农业区 但至少是说在住宅区 这个彼此之间的那种所谓退缩或间隔距离的一些特殊考量 我想还是建议回到那个加油站设置管理规则 经济部那边去做一个通案性的检讨 再给两分钟 谢谢主席 刚刚那个局长有提到说这个问题点 那刚刚你有抓出来就是说 我们加油站要设立不一定要在那个跟住宅区没有去限制它 但是现在是说有一个限制在距离300人的公共场所 或者是学校都需要退缩嘛 那住宅区这么多人的状况之下 它也绝对是超过300人啊 怎么会没有限制呢 这是第一点 那这接下来呢 我是希望说你刚刚讲的 你也发现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所以我现在是说在都市计划之后 我们发现都市里面还有农地的这个部分 而不是在乡下 那在都市里面还有农地 所以他就有办法去变更来做这些事情 那在都市里面的农地 而不是农业区 刚好在旁边都是住宅区 结果他这边刚好有一块农地 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落差 所以我才会问说 问那个局长说 都市计划里面的农业区 变更非农业区 使用上的条件 我们这边管制的是如何 然后我们农业局这部分 可能也管不到这边来 所以在这边请 请那个李局长 你再清楚地说明说 我刚刚的这些问题 李委员请当务 好谢谢主席 谢谢李议员 我想这个加油站的设置 它第一个 它没有涉及都市计划分区的变更 好那第二个 它依据的是经济部的 加油站设置管理规则 去由金发局就是我们地方的 因为时间上的问题 我现在问一个最简单 你针对这个问题 就是说在我们都发局的都市计划里面 现在都市计划里面的农业区 变更为非农业使用的这一块 这一块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有把这边都市计划里面 在市区里面还有农地的管制 有没有特别 特别把它管制起来 然后因为现在刚刚你刚刚说有 再给一分钟 谢谢主席 我把这个问题问完 所以说这几块农地 因为它有这样子变更的 变更的这种机会 所以我是在这边请教 我们高雄市 我当然知道加油站 它是针对我们的经济部下去规定 所以说有时候针对这个问题 是说我们高雄是在市区里面的农地 那因为有这样子的机会 可以变更加油站 我们是不是有管制说 在这个地方 在我们这边有特别的单位 然后可以来管制说 如果说在市区里面的农地 然后它要变更加油站 或者是变更一些这个 我们这个权责单位到底是在哪里 是在你们还是在农业局 你只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好了 谢谢 第一个我刚刚跟议员说明的 就是它不是变更概念 它是设置概念 那加油站其实议员 应该直接讲说议员到底 我希望说我们在都市计划 能够做出什么样的一些 相对性的一些调整或检讨 来去避免议员所担心的事情去发生 那所以因为加油站这个事情 事实上它在一个城市里面 它都会有需要 它不见得说它一定只是有发生在 都市计划区或是市区内的农地上会产生 事实上我们在全高雄市里面 包括说我们自己市政府对面 商业区的旁边 饭店的旁边 它是一个加油站 我自己住的市府的宿舍 旁边也是加油站 那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去检讨 所谓加油站设置的管理的区位 或者一些条件的时候 我倒是认为说这个东西不是单从一个 它是什么区 是不是可以设这个角度来看 而是从整个在加油站设置上面 它的区位 它是不是除了现在既有的规定之外 是不是请经济部那边重新去思考 未来在加油站在设置的准许的这些审查的条件 有没有什么其他不周全的地方 可以再进一步的来去把它提升改正 这是我刚刚一直回复议员的一个意见 是这样子 谢谢梅政议员的咨询 那我们向大会报告 都市计划委员会业务咨询到此 全部结束 太慢进来 谢谢梅政议员的咨询 有些人 有些人